那文章能否請你也展望一下 你覺得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後 那美國的經濟會怎樣 它對中國的影響又是怎樣 現在看起來川普就任以後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很難避免 因為12月份北京那邊剛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提到 明年還得繼續供給策改革 就是還得繼續去產能去庫存 這就意味著它向西方市場倾銷產品這個做法 沒辦法扭轉 因為它現在國內大量的積壓產品 它需要尋找國際市場 那麼美國一旦豎起關稅壁壘 就算不是全面對中國出口產品加稅 它在某些傾銷嚴重的領域加稅 歐盟和日本看來不得不跟進 原因很簡單 如果把這些產品擋在美國之外 它們就會湧向歐洲 會湧向日本 所以歐盟和日本也不承認 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 現在大家都在等著美國開第一槍 所以美國一旦把這個關稅壁壘加起來 那麼這些產品要湧向歐洲 湧向日本 湧向別的發達經濟體 那它們勢必也要跟著採取一些 這個反傾銷措施 更大範圍的反傾銷措施 那文昭那媒體有說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數導致的這些黑天鵝事件 我想他們主要是指在這之前的很多的民意調查都沒有發現這些大多數 沉默的大多數它們的反對意見 你怎麼看這個沉默大多數的說法呢 實際上就是現在全球化問題上並不簡單 是大眾和精英的對立 這種說法是比較簡單化的 因為精英團隊裡面 就是精英人士裡面也有相當多的人 是主張反思全球化 也是有質疑的 你像川普和他的團隊 他是精英人士吧 他們是對全球化是有一定看法的 英國脫歐也有一大批精英人士支持 歐洲的右翼也是精英 實際上草根的聲音 他如果不和精英相結合的話 他也沒辦法形成一個現實的一個政治變化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太簡單的劃分 說反全球化的是草根 支持全球化的是精英 但是呢 全球化最近這十年 他受傷害的主體 他是發達國家裡面 依賴工資性收入的這部分人 這麼說是可以 也不完全是藍領 白領也是 因為中產階級特別是08年 金融危機泡沫破裂以後 中產階級他們的收入也大量縮水 是吧 就是有很多中產階級西方出現中產階級貧困化的問題 他們失業 而且在發現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 相應的並不那麼能夠創造出那麼多就業機會 所以這個問題就尖銳了 因為很多就業機會已經轉移到別的國家去了 這個發達國家它的工資水平環境成本 社會保障成本它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體系 它再怎麼低它也不可能和中國越南這種國家比 所以在發達國家他們的勞動力成本是降不下來的 那麼在金融危機這個漫長的恢復期裡面 它沒有辦法體現出這個GDP的增長 相應帶來收入的同比例的和就業的增長 這個矛盾顯得突出 目前是這麼一個狀況 那就像你說的這些華爾街的 像這些個金融大佬或者是這矽谷的這些科技新貴 他們都是希望全球化的 他們希望開放的邊界還有廉價的勞動力 那你怎麼看這個全球化的這麼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呢 實際上全球化我們現在爭議比較大的 指的是經濟要素的全球流動 就是指的資本技術勞動力 這些經濟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流動 最主要的其實是指資本 因為資本它是有一個挖地效應 就是水往低處流 哪個地方勞動力價格低 土地價格低 稅收低 它就流到哪裡去 比如說中國 那麼中國有一段時間 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都很低 所以西方資本流入中國 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成本也都低 它用免關稅返銷回美國 那當然它資本獲利就高了嘛 獲利好 公司的股價就漲 就帶動金融證券市場的繁榮 所以推動這種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是金融界跨國公司和他們的利益相關人 以及他們遊說的政界人士 和為他們代言的這些學術界人士 由於這一批精英階層它掌握財富 它能動員很強的媒體力量和學術力量 所以也確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 很多人都被他們說服 但是這種資本的全球化流動 它並沒有伴隨著思想觀念的全球化 沒有社會制度的全球化 所以這種鴻溝它隨著時間推移 你就會發現它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主要的副作用 第一個就是全球化的第一步 是全球金融業的深度對接 它馬上帶來一個問題 就是全球範圍內的資產轉移 逃稅 避稅和洗錢 它衍生出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和龐大的產業 比如這個巴達馬名單 揭示出來這些離岸公司 就是這樣一個龐大的一個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流動 它使得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利益相關的政治和商界精英 成了一個有共同語言的利益共同體了 再比如說它相應帶來某些特定領域的投資的興旺 像美國 紐約 洛杉磯 舊金山 加拿大 澳大利亞 一些大城市這種房地產價格的瘋狂上漲 嚴重影響到了當地的民生 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外資本帶動 再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這些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他們由於他們的資本 他們財產相當部分轉移了 家人可以送出國生活 自己在國外有產業 他生活方式也是全球化的 那麼他和普通民眾的鴻溝越來越大 他的利益和他自己所居住國家的這些中下層的民眾利益脫離了 那就說以前他哪怕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可能也要去關注一下社會矛盾 去促進一下均衡發展 關注一下社會公平 那麼現在他的這個利益和這個本國中下層的 就感覺生活在兩個世界 所以很多本國這些社會矛盾民怨的積累 他熟視無睹 麻木不仁 這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鴻溝 就使得全球化走路一個階段以後 你會發現他要實現公平和普遍富裕 其實難度比以前更大了 這個也是造成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 很多有識之士在反思全球化的原因 這裏好確認 我們現在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一個